您上次在图层中说节目中开始 现在人只要运程好 只要运程不好 倒霉的话都要喝大杯做水 请问师傅 喝大杯做水多久才能转运呢 天天喝呀 天天喝 就跟念经一样的呀 这是一种辅助呀 你一边喝大杯水 一边念经 那很快的就是帮助你赶快转运的呀 那师傅可以这样问吗 这个同修是这样问 喝一杯大杯咒水 得到的能量加持相当于多少遍大杯咒呢 那可以这样吗 不可以的 不可以 这不一样 这个是疏通你的整个的气脉气场 能够更多的吸收到菩萨的佛光 菩萨的佛光 菩萨念经更顺利 那么你得到的加持越多 那么你脱离的那种烦恼 和脱离的人间的患难越少 那师傅 那在接着问 那南京菩萨面前和观地菩萨特殊菩萨面前的水 他们喝的话也是有不同的效果吗 师傅 那当然有不同效果了 观世音菩萨不叫大杯水 南京菩萨们你喝了之后嘛 你对很多事情调节起来 你就更顺利了 你喝了观世音菩萨大杯水 你看见菩萨 你看见这痛苦的人 你就会流眼泪 对不对啊 那观世菩萨的水呢 观世菩萨看了 你就这个人 你看见人家在诽谤 谁谁谁的话 你就会义愤前瘾 浩然正气 浩然正气的话 不管你怎么 只要有浩然正气 你都要增加自己的正能量 那太岁菩萨的水呢 太岁菩萨的水呢 太岁菩萨增加你的人家的福报 人天福报 本来应该都没了 你现在喝了太岁菩萨的功德水 之后你就会顺利 因为太岁菩萨它是管当下的 管你当下的 管当下 好的 谢谢